在选购手表的时候 尺寸大小绝对是一个关键要素 不过大家有时候可能会被一些既定印象给制约了 比如说 37mm 大多数人的直觉反应可能是 太小了吧 这是给女生戴的吧 这一集我想要介绍的就是一款超帅气的小表 Zenis A384 Shadow 在妇科风潮兴起之后 各大品牌纷纷把他们历史上的重要作品拿出来重新制作 不过为了符合所谓当代的审美观 讲得白话一点 就是因为现代人比较喜欢大表 所以品牌生产的这些妇科款 往往都会比原始尺寸还要再大一点 很少品牌有那个胆量敢重现当年的小表径 所以当看到Zenis的A384 是以原汁原味的37尺寸完美复刻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积赏 而最新推出的这个Shadow版 它小巧复古的表格上 在以黑白色调来强化复古与现代的冲突与对比 更是展现了这款手表设计上的深度与层次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手表的基本资料 Zenis A384 Shadow 拥有时、分、小秒针以及计时码表功能 它的表格是钛金属制作的 不过它在表层做了微喷砂处理 所以产生非常独特的雾面深灰色的外观 再加上面盘采用不同深浅的黑与深灰色 配上白色的字体、石标以及指针 所以整款手表呈现非常鲜明的黑白双色调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款手表没有日期 所以面盘显得更加的纯粹 完全没有会打破平衡的多余设计 而在机芯方面 当然是搭载了Zenis最著名的 拥有天下第一星美誉的 Air Primero高正频自动上链机芯 透过蓝宝石水晶玻璃底盖 可以欣赏到机芯运作的动态 非常的有完赏的热趣 这款A384 Shadow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 它其实是一款双复刻的表款 也就是说它的设计来自于两款不同的古董表 首先是它的外形 它的外形来自于1969年 非常经典的A384表款 1969年 Zenis在全世界第一枚自动上链 即时机芯的竞赛中赢得了胜利 发表了Air Primero机芯 而这枚机芯首年 即安装在A384 A385 以及A386这三个型号之上 过去表迷们比较熟悉的是A386 不过去年开始利用Air Primero50周年的机会 Zenis把A384也重新拉回聚光灯之下 利用所谓逆向工程 从外形尺寸 面盘细节 指针造型 到表链的设计 完美复刻 让这款A384成为表迷们 收藏Zenis表款的最佳标的 而A384Shadow的另一个复刻元素 也就是它的黑色 这个黑色并不是赶时髦 事实上 Zenis早在70年代 就设计出最早期的 全黑色表款之一 画面中这个全黑的计时码表 就是Zenis在70年代制作的Prototype 金刚表壳以黑色PVD包覆 表径41 以当时的眼光来看 真的是非常的前卫 虽然这款手表后来 并没有真的量产 但已经足以证明 Zenis不管在机芯工艺 或是设计品位来说 都算是表弹非常具 前瞻性眼光的品牌 所以这款A384Shadow 集合了Zenis许多经典元素 在复古与前卫之间 又抓到很特殊的平衡 一推出就获得许多好评 这款手表之所以维持37的小表径 带上手却一点都不嫌小 最重要的视觉元素就在于它非常有特色的九筒型表壳 与圆形面盘之间的搭配 还有穹顶式的蓝宝石水晶玻璃很成功地营造了复古风格 所以回到一开头我所说的 会不会我们常常被某一些规格给制约了 而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呢 而如果要避免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平常翻杂志看网站上的钟表图片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常常去逛表店 眼见为瓶 亲自戴上手了 那个感觉才是真的 抽 Five 二 第二 七 二 二 二 有一 二 三